我觉得说你自己胆子大 足够的大 也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 也没有高血压 也有足够的资金吧 也没有家庭的束缚 你赚了或者赔了也没有人能去干涉你 也没有人能去 就是你就是一个霸王 你已经无法无天了 你像螃蟹一样能够横着走路了 那没问题 那你就去炒苦 我觉得天王老子来了都管不了你 所以股市这个事情就是在特定的人 你可以去干这个事情 但是如果你有一点就是自己的自知之明吧 不觉得自己是个天选之人 就是无论是从小 这么小的小朋友 小婴儿到成人 你都觉得就是对世界有个认知的话 我觉得你不应该去碰股市 当然了你也可以做分散投资 你也可以去拿出一部分的钱 但是不要全部 我一直都是说一个很辩证的观点 你一定不能全部好比说梭哈 因为网上不是现在有段子吗 说是国庆之前什么 有人又是抵押了房子 又去把所有能去借的贷款借了一圈 然后能去把身边所有能去借款的朋友也去借了一圈 说是在家杠杆 然后国庆之后去干股票 我觉得这个就是天台剑吧 真的是天台剑 我祝你好运 我祝你早日成为一万富翁 但是这个风险实在太大了 因为我们已经到处备了